我教你个背单词的新方法 学完之后给孩子看一看 保证他也喜欢背单词 英语就26个字母 但是它分为简单字母和难的字母 简单字母就是用他开头的单词特别少 难的字母就是用他开头的单词特别多 排名最简单的三个字母 以及他们开头的单词 咱们一分钟讲完就下课 小学单词大纲总共就800多个单词 中考大概是1600个单词 全部加在一起 排名第三简单的就是Q 因为Q开头的单词只有5个 听好 简单记的方法 安静 Quiet 非常快的 Quite Quick 还有一个四分之一的问题 Quarter Question 好了 没了 中小学大纲里所有字母Q开头的 我们全部背完了 那排名第二简单的字母就是Z 因为Z开头的单词 考试里只有三个 ZERO 零 ZEBRA 斑马 ZOO 动物园 你看三个搞定 我们又解决了一个 那第一简单的字母就是字母X 因为X开头的单词 小学初中高中 我们就只有一个单词叫做Xray X光没有了 你看考试里头需要孩子掌握的QZX 开头的单词 全部搞定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越学越少 孩子才越学有兴趣 才有成就感 下次我单独讲一下 字母表里排名第一男的是谁 到底应该怎么去记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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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